大家好,今天是英语系列的第22集 这集最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到英国之后两个月的感受和分享 这次我讲讲的分四个范畴就是衣食住行 这方面,不是说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褲,或者穿什么鞋 是最主要讲一下英国的天气 现在在屏幕上大家看到一个天气预测 我录这集的那天就是9月30日 大家看的时候可能已经是10月头了 你看到英国的天气已经是带入了秋天或者叫初冬 我看到温差最高是14度,最低是8度 整个星期的温度都差不多 看来14度都很冷,如果是香港的感受 如果是8度就更加冷,如果在香港的时候 一听到天气预测下降到这样的温度 基本上家里可以补暖的衣服 可以化热的暖冬都拿出来用 但在英国这里就有点点不同 虽然是一个夜晚6、7点之后变到8度,即10度以下 但是那个体感就没有香港那么冷 不知为什么 也都在室内,直到现在来说我都没有开过暖冬 变了那个感觉是有点不同的 所以变了有兴趣来英国或者预备来英国的朋友 就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天气是冷,但是那个体感你觉得是OK的 就像现在我下阴,我也是穿了一件长袖T恤 穿了一件很薄的外套,即是坐起来 如果外出,我也是穿了一件风褲 就这样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风褲就是防水 因为一踏入现在初冬 很多时候都会无无雨 即是落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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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经常胜了 所以变了就是这件事要留意的 所以变了我觉得天气还可以接受 但是有很多人都有影片提过 在英国的冬天就比较冷,日短夜长 但是我还没感受到 那到我感受到的时候 我才再另外出片跟大家分享 接着讲食 之前我上个月也出了一条片 就是讲我在英国的食用 现在在图表上面大家看到一样 好了,大家在图表上面看到 现在两个月的食物、调味料、煙草、娱乐、茶房 即和我上个月的分类一样 那个洗肺 上个月就是个人的人均洗肺 因为我吃煙,所以我不能够将煙草的放在我家里 所以说我个人 上个月的洗肺就是4,905元的港币 因为我全部转成港币 就让大家容易看 这个月 由8月25日到9月24日 这个月 我个人人均洗肺就去到3,791 跌了1,200元 如果你不吃煙,即是2,000元左右 港币,你已经是一个人在英国生活 即是说一天三餐、宵夜等等 大家看到娱乐減少了 其实減少的原因是 上个月的娱乐都是主要在出外用餐 但是这个月就是因为上个月吃了几餐 法国的口味都是自己煮好过在外面吃 不是说便宜贵的问题 当然可能会有些好吃的东西 所以未来就会有变数 如果来到,看到一些人介绍 哪里好吃的东西 我都会去试 第一,食物 最主要是日常的食物 看到增幅有三成多 最主要是因为开始知道门路 知道哪里有海鲜 有些比较漂亮的牛肉 猪肉、羊肉、鸡肉等等 所以我自己就会选择 选择一些比较好 质地更好 质地更好 调味料 几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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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例如皮铺 枕头等等 这些不用过个月买 所以这个月也跌了八成多 所以习行那里 纯粹是补充一些洗头水 洗涼液、洗液精等等 所以少了很多 如果一个人来到英国的生活 基本的三餐 你预二千多三千元港币 基本上就已经足够了 我说的是大部分自己煮 所以这个食方面在英国 事实上比香港便宜很多 好了,说完食之后 这条片就到这里 我将《住同行》在这里 另外一条片 再和大家分享 因为我不想这条片太长 多谢大家,拜拜!